你們這 雖然授權是CC0耶 CC0就是放棄授權的意思 然後這個開放政府報告也是CC0 那個今天其實有很多政府相關的朋友在現場 有台北市政府市長市 然後還有開放 還有資訊局的 北市資訊局還有司法院資訊處 還有台中的這個蕭鼎燈老師今天也會來 所以那個做這個專案 剛剛講那個開放資料專案的明君 你就知道今天可以 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人 各位好 我是傑陽菜 那我今天要提案的是公共政策網路討論壇 那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其實 可能都對我上面所提的一些專案案 譬如說議題 比如說統治婚姻定業法 能源環保等等的 其實都有曾經關注過 或者是你就是這一塊領域的一個學友專精的人 但是當我們想要討論 或者是說我們想要上去看說到底哪一面的說法 是比較可信的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現在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網站 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可是我們看政府的網站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為了特定的議題 比如說全國人會議 斯蓋博士會議等等 所以它是特定的 它並不是說有一個網站是議題適用可以討論所有的公共議題 而且它幾乎都是階段性目的 讓那個目的達到以後 它就會不讓你討論了 而且以政府的角度來講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蒐集意見 而且在裡面如果各位有看過的話 可能很多都會淪為就是 攻擊政府 攻擊政黨的一個場所 其實並不適合討論 那我們來看民間的話 大部分都是拿來討論一些民生議題 比如說八卦 三西 游西 所以它其實這個論壇 它本身並不是設計用來討論公共議題的 所以你在沒有專區 或者是一個架構的問題上的話 可能就是造成你要去找你的東西的話 你解鎖不易 而且呢其實 就是常會變成是以文比好的人 然後去洗風向 帶風向 就會忽略掉細節以及佐證 然後最後就會造成同溫層 好 所以我們來建一個民間論壇 來專門討論公共政策議題吧 那 依據剛剛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我們目前所想的一些配套 就比如說 有使用者 然後連署通過 我們就開設一個 針對這個公共議題的一個專區 而且裡面設定一些標籤 好 那這個專區裡面 可以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專屬的頁面 比如說爭議點 然後來釐清一些細節 以及使用一個立場天秤的方式 然後就是說如果 你都是一面倒的一個聲音的話 我們就主動去尋求其他的一些聲音 以及資料庫 然後來鼓勵發文 附所證的一個優質文化 然後 而且只要使用者 想要持續被討論 持續討論 我們就一直讓他繼續討論下去 所以 依據上述 我們就其實以針典 各方主張參考資料 作為一個議題的一個主軸 然後再搭配一些 新手聊天啊等等的方式 來作為這整個議題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目前呢 進度到哪裡 其實就只是在定位 離清架構規劃 然後 所以 我們需要哪些協助呢 其實就是說 熟悉公共政策制定 以及熟悉網路生態的人 然後最重要的是 如果說 各位覺得我的想法不對 想要來打我臉 拜託 我臉在這邊 那想要來打我的心 就是 我這個肥仔 拜託來打一下 好 謝謝